从19年开始 iPhone每年会发布多款新机型 标准版iPhone 因为是数码爱好者关注最少的 却在销量上斩杀其他各类品牌的 那今天上每年的数据举例 位列全球第三 其他名称是大杯 超大杯的 而第四是去年的标准版iPhone 所以标准版iPhone的体验 真的有大家认为的那么不堪吗 或者说 它销量如此之好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 正好前段时间 我的主力iPhone 13 Pro 反常就修了 那我的背级iPhone 14的标准版 就成了主力 可以好好体验一下 降级iPhone到底如何 那大家现在用的 或者说想换的iPhone 是标准版还是Pro呢 可以弹幕讨论一下 我恢复了完整备份 绑了Apple Watch 登陆了各种支付账户 到现在 iPhone 14标准版 已经用了大半个月了 我甚至觉得 除了拍摄 标准版iPhone在体验上 没有什么大的落差 反而是新iPhone更好的续航 标准版更轻多重量 这种优点 对我的吸引更大 所以我甚至在想 如果iPhone 15 Pro 还是很重的话 标准版的iPhone 15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有了两倍的裁切镜头 日常拍摄 应该会好 苹果在Pro和标准版之间的刀法 和别的厂商不太一样 数字版大体上是前代Pro的功能下放 去年的芯片 去年的主摄 去年就有的零动档 而在机身ID 车祸检测 运动模式 蓝牙5.3上 却一视同仁 都是最新的 至于Promotion Pro Road 这种名字里就在Pro的 标准版是体验不到的 苹果让用户感受到 虽然有很多的旧部件 但这是一台新标准版手机 但说到真正的新和旧体验 什么是新的呢 零动导致去年的新硬件 可需要等各种APP去做适配 虽然不需要等整整一年 但小半年还是要的 查一句 这是很多新品评测 很难说全面的原因 因为总有功能 需要等适配 LIDAR作为Pro独占的硬件 已经发布三年了 相比三年前 能轮到它的APP更多了 Vision Pro也问世了 这些都是科技的进步 而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 目前也只能算是Future Proof 新科技是令人激动的 也可能是跨时代的 但从科技发展的路径来看 也往往是属于Early Adopter的 那换句话说 现在的标准版iPhone 往往更求稳 上一代芯片不至于过时 但却经过了市场和时间的检验 零动导致延续晚了一年 但有足够完整的软件支持 用一个中等的价格 买一个功能成熟 而且够用的新iPhone 总会有人买单 标准版或者说前大iPhone 真正信任的地方在于 和最新最贵的iPhone 运行着一样的iOS 有一样的APP 一样的生态系统 一样的安全 可以说日常体验 基本是一样的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而言 iOS加上跟旁边贵2000的Pro 看上去一样大的屏幕 就是买它的最好理由了 反正都是新款 我们不得不承认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一个手机的系统决定了用户的什么习惯 也是购买的最重要因素 iOS在大众的印象里 一直是流畅 应用 安全 当然在节假日闹钟 长截图 NFC模拟 等等本地化功能上 不如国产厂商 可能就像我们理解不了 对于北美消费者来说 换iPhone最大的因素 可能是FaceTime和iMessage一样 只能说是树叶有专攻了 可现在的iOS 依旧不用过分担心系统广告去哪关 应用直接去App Store下载就好 有接近5年的系统更新 和更长的安全更新 App前的沙盒机制和苹果对于用户数据 严苛的隐私标准等等 让iPhone在不会有过于明显短板的同时 足够易用 有时候大众消费者是不需要那么多 所谓的定制化功能的 尽可能的保持简单也许更好 当然了 这种主观的体验肯定是因人而异 我更喜欢iOS的同时 也羡慕其他厂商的特色功能 这不冲突 大家肯定都是想既要又要还要 但往往都得做一个选择 苹果比较贴心 但又有点奇怪的一点 是在很多普通用户看不到的地方做功课 拿拍照举例 想要更多功能的用户可以用各种第三方App来达成 Apple也会准备好各种接口 从开发者使用 保证有一个好的体验 App Store对于开发者友好的良性环境 也有很多好用的App 可能只有iOS吧 毕竟好起步 而且是真的能赚到钱啊 如果你恰好有其他苹果产品 那在iOS背后是各平台联动的苹果生态 那生态这种东西 一旦进去 这辈子就定性了 你要我一个手带Apple Watch 桌面上摆着Mac 家里用HomePod播着歌的用户 把主力机换成别的 那显然是不现实的 顶多是在安卓机上 搞一个平板微信来双十 而且不得不说 全家统用的越多越久 就越难跳脱出来 或者说用着确实挺不舒服的 没有必要跳出生态 那就在我准备这期视频的时候 苹果上线了一个Apps by Apple的网页 来介绍各种Apple的App和生态功能 可能是为了侧载来提前打预防圈吧 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奇特现象 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用什么手机 可能也会影响到购机选择 比如几个朋友出去都用iPhone呢 可以LJob更想相册 不用iPhone的那位可能就会想 自己用什么品牌手机都OK 那下次要不要试一试iPhone呢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 但我有的朋友换到iPhone之后 大家就真的开了一个共享相册 确实挺方便的 很多女生也喜欢Live Photo功能 拍完了可以选前后三秒修图 微博小红书也都支持发Live 或者单位绝大多数的同事 都用某品牌的手机 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你的选择 这种身边的用机环境也算是一种打引号的生态了 从硬件的性价比来看 iPhone可能远不及同价位的其他手机 毕竟5999的价格基本能买到很多安卓或者红龙旗舰了 但对于想买iPhone的消费者们来说 一台最新的运行着iOS和Pro一样大 而且价格更低的标准版iPhone 就足够吸引人了 更不要提iPhone15 摇上灵动岛和Sequel 我自己都有点心动了 相信又会是一代神机丁子祸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用或者不用iPhone的理由是什么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 也别忘了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我是小泽 那么我们下期见了 这可能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桌面上录的最后一期视频了 我们新的环境再见 拜拜